苗栗縣消防局強化救災技能以及效益 包含建置陡坡訓練塔 可模擬車輛翻覆 力坑搶救等情境 另外也新創了穿刺苗 可以應用在深層燃燒 除能設施災害 以及電動車底盤冷卻器 可以減輕消防員近距離滅火的負擔 在傾斜陡坡救援傷者 苗栗縣消防局建置陡坡訓練塔 模擬突發情境 本線就是有可能 有在木材廠 跟在山林的一個地區 都有車輛去墜落在邊坡的情形 那最後在邊坡就會有 車輛的不穩固以及車輛的移動 如果說效用人員在 他沒有經過這樣的訓練去無法 去固定我們的車輛跟救出我們的人員 所以我們的訓練科他才會有這樣的構想 去建置這樣的一個場地 主要是結合我們繩索的救援技術 跟車輛的破壞技術 那打這兩個技術結合之後才可以運用在 我們斜貨車輛的一個救援 訓練塔地上四層 總高度12公尺 可以模擬車輛翻覆 力坑搶救等狀況 此外消防局也新創 穿刺苗子 提升消防人員安全 垃圾山的掩埋場 還有資源揮塑廠像大火這種山女揮塑廠 它會長時間因為燃燒完全產生氧化彈 還有最主要的硫化精 這兩個氣體都會造成消防人員的中毒 尤其在夏天消防人員穿全護武裝 還有所謂PVE就是空氣平面罩 才能避免吸入性的中毒 但是沒辦法長時間拿苗子 後來我們就想到這個創意 用我們所謂的穿刺苗子 就直接插在裡面 那人就可以撤離 那就可以長時間冷卻滅火 人不用在上面避免中毒跟肉衰竭 另外因為電動車也成為趨勢 也設計底盤冷卻滅火器 那為了因應電動車火緊 因為它幾乎是要發很長的 8小時時間才能沒有 那我們發現底盤冷卻劑 直接有底部 我們的底盤冷卻劑 就在底部承放針 撒水就放針 發現它還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避免消防人長時間拿苗子 避免風險 滅火救災 不只受助者平安 也要保護消防員 期待設備應用增添救援安全性